赵露丝月亮出海偷吴磊幕后田多知导演骂恶毒网友敲碗 一起来 中国男星吴磊 赵露丝的新剧星光璀璨和续集月出海不仅收视率翻番 男女主营造的粉色氛围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吴磊的林武士和赵露丝的承扫上亲吻脸颊 额头和缠绵的花朵都是甜到粉丝的 两人不仅在剧中撒了糖 而且幕后花絮视频既搞笑又丰富 暧昧的气氛 不少粉丝认为两人不仅对位而且默契十足 林布多和承扫上在脸颊上亲了亲 两人在现场共用同一个酒杯 承扫上说我酿的酒用你的酒喝更好喝高 充满甜蜜的浪漫 这一幕的幕后花絮是另一个搞笑的一幕 吴磊和赵露丝用四川话对着对方的台词 也自己改台词 吴磊调皮地问 酒甜还是我 赵露丝立即笑道 都是甜地 场面既搞笑又甜蜜 后来赵露试图亲吻吴磊的脸颊 因为用力过猛 他一直打自己的鼻子 尴尬又可爱 另一场戏 林武道要传授城扫上的防身术 叫两人滚到床上调情 这个过程让观众脸红了 不过实际拍摄的时候 赵露丝却是搂着吴磊的腰 吴磊不敢直视赵露丝 后来导演再三嘱咐吴磊靠近赵露丝 这让他很害羞 两人直接盯着床上的一幕 也引发了四人的热议 射精 让观众不禁露出姨妈般的笑容 阿姨的笑容 是他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和事实露出的宠溺笑容 拍摄这一场戏时 现场温度高达37度 一起 两人玩的时候 吴磊若有所私地送了一把小扇子 直接给赵露丝吹了 赵露丝在床上视镜的时候 一时起不来 吴磊也立即伸出援手 拉住了赵露丝 他的贴心举动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在另一场浪漫的额头吻戏中 吴磊和赵露丝私下里戏耍的同时 又调皮又搞笑 两人在讨论立场的时候 不由又陷入了麻烦 后来吴磊说 我看到了我眼中最亮的东西 你有没有得到一颗星星 赵露丝笑道 嗯 节目的导演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他们觉得好恶心 让吴磊和赵露丝不禁同时笑了起来 粉丝们观看了这一集 随后 我忍不住敲了敲碗 希望两人在一起 喊道 小吴猜真甜美可爱 我觉得吴磊和赵露丝不仅在剧中甜蜜 私下的互动更是爆笑 满满的都是不满足的恋人 充满暧昧 标签还不错 努力出好作品 甜美少女赵露丝 标签还不错 努力出好作品 赵思路在星光灿烂 月出海中饰演成少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 寻抄实习生流星与受访者公图 近日 由费震祥指导 吴磊 赵露丝主演的古装剧 星辰大海迎来大结局 剧中的家国情怀和父母亲情 引起不少网友的共鸣 剧中 95后青年演员赵露丝 饰演的成少上 被赞向寒冬雪中的蜡梅 不仅温暖 而且别聚一格 一个如此牵动 观众情绪和心灵的角色 离不开演员们准确动人的演绎 赵露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及封面记者专访时表示 我给自己打7分 通过了 但还有提升的空间 被剧本吸引 自己的表现给7分 《星寒璀璨沧海声乐》 改编自网络作家 关爱混沌的小说 《星寒璀璨》 万事如意 讲述了身世重重的 少将林不多 与父母长期争吵的 留守少女的故事 成少上在无数考验中 相互治愈 共同成长 坚守内心正义 携手化解家国危机的故事 赵露丝之所以出现在剧中 是因为剧本很吸引人 作为小说的缘分 赵露丝对这部剧的剧情 和人物的关系感情 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对角色的性格 家庭关系 成长蜕变等 她都有自己的诠释 成少上是一个 拥有完整成长线的角色 她聪明 勇敢 一丝不苟 善良 渴望被爱的小女孩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除了认真研究剧本 赵露丝在演戏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我会把她的一些心理活动 变成台词 说出来 前期我会设计一些扭曲的动作 让这个角色显得不那么礼貌 后期我会在宫里学习礼仪 注意事更稳定 与之前的对比 现在回想起来 总结自己在璀璨星辰之月 出海中的表现 赵露丝谦虚地说 我还没到可以游刃有余的地步 追剧的时候 我会考虑某个场景 如果我当时这样做会更好 满分十分 给自己打七分 通过了 但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会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虽只是一个不用担心被定义的标签 群星璀璨的上半部分 赵露丝饰演的程少尚 和吴磊饰演的灵不多 堂渡十足 让网友见证他们从相知 相守 分居 最后结婚的甜蜜虐过程 在赵露丝看来 他们两个属于一种相互救赎的爱情 这种渐进的关系更加真实美好 从五年前因参演古装严情剧凤球黄进军演艺圈 到两年前传闻中的陈千千大火 再到今夏的星寒锦绣月声沧海刷爆社交网络上 赵露丝将甜蜜到底 不过 他并不担心被一个特定的标签定义 而是大方承认 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 甜确实是一个更适合我的标签 我觉得拥有也不是坏事 一个标签 当然他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给自己设限 只要剧本好 任何题材都可以 作为1995年出生的年轻演员 赵露丝正在努力成为一名好演员 演员要有敬畏感 对演戏要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 能够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在圣沧海的承扫上中 赵露丝看到了这个角色和他性格的相似之处 我们都是敏感的 都会保护自己的 他会为角色设计一些小动作 但不会刻意赋予角色自己的个性 承扫上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角色 我想让大家感受的是扫上 而不是赵露丝 采访中 赵露丝还分享了青年演员的责任与担当 新青年应该是性格独立 积极向上 有梦想的人 作为青年演员 首先要努力带给大家优秀的作品 其次我认为演员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更多的参与公益 赵露丝笑称自己很适应 一直拍戏的生活节奏 我已经进组了 下半年的工作计划还是进组拍戏 接下来 由他主演的古装剧胡同 传承剧后浪等 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让青春的力量激荡 让青春正直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你心中的青年榜样候选人